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生严者书 讲到约尔书 讲到我们被蝗虫吃去的日子 主要加倍的补还 所以根据小生严者书中的启示 还有早晨的时候写了这首诗歌 我觉得今天唱非常的新鲜 非常的宝贝 那真的是新的黎明 新的复兴 那我们基督徒的生活 我们就是要过一个晨晨复兴 日日得胜的生活 我们这一次这一系列的新人的座谈 着重是讲交通道 见证道 我们该有的启示 还有我们该有的操练 也就是基督徒的执与行 那我们该知道什么 我们该行什么 那么特别讲到这个行 就是操练 实行 那么实行呢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 就是晨晨复兴 这个我相信弟兄姊妹也有最多的见证和实际的经历 所以我们今天呢 我们就稍微前面交通一下 后面弟兄姊妹就来做见证 那么这个早晨复兴 每早晨都要复兴 这个呢 不光是新约的圣徒 旧约时代的圣徒都是这样的 那这个诗篇呢 119篇 在这个诗篇里 147节说 他说 我趁天未亮呼求 我仰望了你的言语 哦 这个就是世人的旧约时代的圣徒 这个世人他的生活趁天未亮呼求 所以我们要过一个健康的生活 就是要天未亮 刚刚 新的黎明 黎明刚到 太阳没出来 就要起床 所以呢 我们最好就是早睡早起 今天这个现代的工业化社会 商业化社会呢 人都过夜生活 黑白颠倒 那其实呢 对身体是非常不好的 神造我们这个人是有规律的 就是这个晚上要休息 早晨要起来 早一点起来 所以基督徒呢 就是遵从规律的人 那么遵从神造的规律 也遵从属灵的规律 这个属灵的规律就是要我们早睡早起 天未亮就起来 天未亮起来干什么呢 天未亮起来啊 他眼睛睁开啊 就要呼求啊 呼就是呼喊啊 求就是求告啊 呼喊祷告 呼喊谁啊 呼喊主啊 哦 主啊 哦 主耶稣啊 这就是呼啊 呼喊啊 呼求 那就祷告 祷告就是把你心里所想的告诉主啊 主耶稣啊 我需要你啊 主耶稣啊 新的一天再奉献给你啊 新的黎明啊 再给我新的复兴啊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祷告啊 我们祷告跟主啊 不需要长篇大论 也不需要做文章 就简单的心里想想是告诉主啊 你说要的 所以天未亮就起来 起来呼求 呼喊主 向他祷告 这就是啊 我们说说的复兴的第一步 早上起来啊 先呼求主名 哦 最简单的就是喊主耶稣 哦 主耶稣 我需要你 哦 主耶稣 我爱你 哦 主耶稣 谢谢你给我新的一天 叫我再来得着你 主耶稣啊 洁净我 主耶稣啊 充满我 这新的一天就在你的充满中生活 哦 叫你与我同活 叫我与你同活 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祷告 所以每一早晨起来 天会亮了就呼求 然后呢 然后我仰望了你的言语 所以先是呼求 然后仰望主的言语 所以仰望主的言语 我们就是先早上起来第一步呼喊主的名 向他呼求求告 然后呢 第二步就是祷告主的话 导读主的话 我们今天主的话 主的话不是给我们来研究的 不是光给我们来明白的 乃是给我们吃 给我们喝 给我们享受的 所以呢 我们怎么来吃主的话呢 就是祷告 用祷告的心情 祷告的灵来读这个话 这话读了之后 就被画到我们的祷告 那个话 有的话 就是你读了之后就觉得很享受 你立刻就把它换成你的祷告 那祷告啊 也是很简单 那个一般就是主向我们说话嘛 那我们祷告就把那个话换成我们向主说话 主对我们说说的话 我们再倒过来跟主说 这个就跟主啊 有一个交谈 这就是我们早晨呢 这个得复兴的路 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 第一个 头天晚上早睡 一定要在十一点前睡觉 十点钟就最好就睡了 那这样的话 第二天早上五六点钟就可以起来了 这个早睡早起 对身体健康 早上起来之后啊 呼求主的名 仰望主的言语啊 叫我们做一个树林健康的人 叫我们树林复兴 所以呢 这样的话呢 我们里面就会得复兴 复兴的什么意思呢 复兴呢 就是啊 让主啊 再来摸我们 我们让主啊 主今天是灵 主今天是画 我们借着呼求祂的名 摸着祂的灵 借着导渡祂的画 让祂的画加进来 所以祂的灵 祂的画加到我们的里面 然后呢 就把我们里面更新了 他加到我们的灵里 就叫在我们里面呢 有新陈代谢的作用 所以呢 就把我们的旧的东西啊 都代谢掉 我们的天然啊 我们的旧人啊 我们的肉体啊 我们的旧的想法啊 还有我们里面呢 什么样的心情啊 都被他代谢掉 所以这个就在我们里面呢 产生更新 所以啊 这个格林多后数四章十六节 这个保罗说啊 所以我们不丧胆 反正我们外面的人虽然在毁坏 我们里面的人却日日在更新 所以这个外面的人就是我们呢 我们的肉体 我们的身体 然后呢 还有包括我们里面的魂 那里面的人呢 就是我们的灵 以我们的灵为人为 以我们的更新的魂为器官 所以我们里面的人就更新 然后外面的人毁坏 里面的人呢 就日日的更新 所以我们借着早晨起来 呼求主的名 导读主的话 我们那个里面的人呢 就更新 所以日日在更新 而这更新呢 是天天的 今天神的创造啊 是非常的奇妙的 有一个自然的律 每天有一个新的开头 所以头天呢 如果今天晚上心情不好啊 或者有失败啊 不要想太多 就睡觉就好了 明天早上一起来啊 就把旧的都忘掉 就是重新开始呼求主的名 所以我们感谢主啊 每年给我们365天呢 每天都有一个新的开始 每一早晨就有一个新的黎明 就有新的复兴 所以这是神造的一个规律 所以我们的生活就是跟着太阳走 所以啊 他这个真言呢 也有一个话 四章十八节讲得非常好 他说一人的途径好像黎明的光 越照越明 直到日午 我们的生活啊 是啊 越照越明的 跟着太阳走 一直到日午 日午的时候就主回来了 所以呢 我们不会日过其山的 我们的生活不是往下坡走的 我们的生活一直往上走 早上起来啊 就像黎明的光一样 越照越明 直到日午 所以呢 每天都给我们新的黎明 新的复兴 所以我们每天过这样的生活呢 我们就被更新 更新之后呢 我们就会变化 所以啊 更新带来的结果就是变化 更新是里面的 变化就显得外面呢 就是跟主一样了 变得越来越像主了 所以啊 在这个 格林多后书的三章十八节 他说啊 我们众人既然也没有帕子遮蔽的脸 好像镜子观看 并反照主的荣光 就渐渐变化成为啊 与他同样的形象 从荣耀到荣耀 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 所以呢 我们借着这样的里面的更新 就带进了外面的变化 这个就是我们的基督徒生活的秘诀 个人的一面 我们需要每早晨早起 然后呢 呼求他的名 导读他的话 然后呢 我们基督徒生活还需要另外一面 就是团体的 我们不光是自己有这个成型的生活 还需要啊 跟同伴一同 这个同伴很重要 所以啊 在这个提摩泰后书的二章啊 保罗劝告提摩泰说呀 他说你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 从那清心呼求主的人竭力追求 公义 信 爱 和平 所以这个我们甚至信主的人 我们爱主的人 甚至像提摩泰这样做了主的使徒的人 他也有私欲啊 他也有青年人的私欲啊 那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这个情欲 都有私欲 但是这个东西怎么办呢 这个东西呢 不是消极的来实行禁语主义啊 不是消极的来逃避啊 像佛教的一些做法 我们积极的做法 我们基督徒的做法 对付我们里面的情欲 对付我们里面的罪恶 邪恶的东西 不是用消极的方法 乃是用积极的方法 积极的方法什么呢 就是让基督来充满我们 就是跟同伴啊 一同追求 所以啊 你不要太在意你身上的毛病啊 你的坏毛病啊 你的坏脾气啊 你的麻烦啊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麻烦 我没有一个人是没有麻烦的 我们都是堕落的人 我们都是有罪的人 你越注意那些麻烦 你越注意你的坏脾气 你的情欲 你的坏习惯 你越在那个事情受搅扰 我们的办法乃是积极的跟同伴追求 找一两个同伴呢 早上一起陈心 自己陈心完 再跟同伴陈心 这个就是叫做啊 跟同伴呢 同那清醒呼求主的人呢 竭力的追求 竭力的追求 这个追求什么呢 追求公义 追求信 追求爱 追求和平 公义 性爱和平啊 其实都是基督 基督是我们的义 基督是我们的信 基督是我们的爱 基督呢 也是我们的和平 所以呢 追求公义 性爱和平 其实就是追求基督 就是让基督充满我们 让基督充满我们的时候啊 我们就有公义 对人 对神 都是公义的 然后呢 就有爱 也就有和平 也就有相信心 所以呢 这个就是跟同伴一起追求 所以 然后呢 这个我们这样子同伴的陈心啊 是非常宝贵的 像早上呢 我早上呢 就是陪 跟弟兄们呢 两组 三组 这个早上两组 中午一组 然后一天呢 至少三组的 一起陈心 要么是陈心读这个陈心圣言 要么是啊 这个读这个圣经 一张圣经 然后呢 再有一组呢 就是纯粹祷告 就是啊 都读过了 就是跟弟兄们呢 一同祷告 我也叫召会祷告 我也叫圣徒祷告 所以一天呢 至少四组五组啊 就是要么是陈心 要么是读经 要么是祷告 你看呢 你这样的生活 你怎么能软弱呢 你就是天天就被灵充满呢 你怎么会沮丧呢 你怎么会失望呢 你就是充满喜乐啊 因为我们被灵充满的时候啊 我们就被喜乐充满 我们被话充满呢 我们就被喜乐充满 我们就被信心充满 我们也有主的智慧 也有主的光 所以呢 这个就是啊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的生活 其实呢 你说哎呀 你一天陪三伯人 四伯人一起读经 一起陈心 其实我啊 有一年我跟我姊妹啊 去深圳的 我们被接待在一位圣徒的家里 一位姊妹啊 她是一个在公司里做老总啊 做得很很高的职位 结果呢 她早上起来六点钟 就坐在她的办公桌前了 做了端端端端的 数字刚刚清清 然后做什么呢 开始一波一波的陈心 她早晨呢 一波陪了十分钟 另一波陪了十五分钟 有的十分钟 这一波下去 上一波上来 所以她早上六波七波 她说多的时候八波 哎呀 八族人陈心啊 然后她到八点以后了 她开始上自己的班 开始才去上班 做她的工作 哎呀 我就看见说 你看这样的姊妹 她虽然在公司里做老总 然后但是她每一早晨陪六族人 多的时候八族人陪人陈心 一波一波的 有的一个有的两个 就是这样一波一波的陪 你看她这样的服侍 服侍了多少人呢 所以啊 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呢 服侍圣徒啊 最简单的路 也是最实际的路 就是我们自己陈心 然后再陪人陈心 陪人陈心的时候 你就吃得饱啊 我姊妹说 今天晚上她说 她说这个陈心人 周四周三周四的 她读了四遍 这个越读越享受 她说周三周四的特别丰富 我说可能是你读的特别多吧 就特别享受特别丰富 所以你看呢 就是说我们过这样的生活 我们自己读 然后跟弟兄姊妹一起读 给那些清醒爱主的人 清醒呼求主的人呢 一同追求啊 那我们的人呢 这个生活啊 就是喜乐的生活 那我们教会里面有人得救了 有人受尽了 我们第一个就是陪他 陪他呼求主 陪他导读主化 陪他诚心 过一个诚心的生活 过一个天天复兴的生活 那么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 我们这样被带过的 我们别人带过我们 带过三个月 五个月 有的一年两年都可能 然后呢 我们被带过之后呢 我们就学习带别人 照着主给你的度量 你至少啊 赔个一组两组的 然后呢主给你恩典多 就像我说的 刚才说那个姊妹啊 他一天陪六组 你看呢 其实比这个全时间服饰啊 都厉害啊 其实这个六组的陈兴 你看一组两个 一个两个 一个两个 那是天天搞啊 那是天天备话充满的 那别人跟着他陪 读过陈兴圣言 或者读过主的话 他就得饱足了 得胃养 那他吃了六顿早餐了 那你看看 他的属灵生命 怎能不健康呢 他长得怎能 他怎么能 不属灵呢 怎么能够生命不成长呢 所以呢 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的生命的长大 和成熟 就在于我们的吃 我们的喝 然后呢 我们也陪着弟兄姊妹吃 陪着弟兄姊妹喝 然后一同吃 一同喝 我们一同长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在啊 就是一个得复兴的人 我们就是一个得更新的人 我们也就是一个被变化的人 也是一个能够 弟兄姊妹啊 联络 结合在一起的人 我相信 我们在座的 各位弟兄姊妹啊 都有很多 这方面的见证 那我呀 就交通这么多 我要讲讲 弟兄姊妹呢 都可以分享自己的见证 然后呢 也可以分享你个人陈兴的见证 也可以分享你带人陈兴的见证 或者是别人带你的见证 或者是你们就是一起陈兴就是了 也不是说谁带谁 反正我们就在一起就好了 其实呢 我们如果在一起啊 一起团体的吃是很有味道的 如果光是自己吃啊 有的时候啊 不太有那么味道 但是呢 你跟同伴呢 以呼求主 以祷告 你一句 我一句 灵碰灵 灵生灵 结果呢 这个就特别的有味道 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秘诀 也是我们基督徒实行操练 就是要晨晨复兴 这个呢 如果是你已经操练了 就做见证 你如果还没有操练呢 那就是请从明天早上开始 先自己操练 向主祷告啊 给你一两个 晨晨的伙伴 晨晨的同伴 弟兄呢 就找弟兄 姊妹呢 就找姊妹 找一位也好 找两位也好 你知道你有同伴呢 就保证你啊 一定有晨晨 所以到时候开头的时候有点勉强 但是呢 做做啊 就成了你的生活的一部分了 你觉得没有晨晨啊 就觉得缺少什么东西 今年的生活不大对劲 你越 越沉心啊 你的生活啊 越健康 越正常 就像有好多人呢 他不吃早餐 结果身体就越来越不好 但是呢 一天开始吃早餐 结果身体就开始健康起来了 所以啊 弟兄姊妹 盼望我们都是一般健康的基督徒 喜乐的基督徒 然后呢 也是彼此互相的基督徒 陪着弟兄姊妹 跟弟兄姊妹一同啊 追求基督的基督徒 阿们 尤其是 我身体还是超重的 我不知道